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大讲堂 我是甲颖 每周三到周五 我们都会在这里给您奉上权威的民意访谈 您可以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健康大讲堂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王阿姨今年55岁了 最近她总觉得眼皮跳 本来她觉得这也没啥 顶多就是眼睛有点疲劳 结果这眼皮是一直跳个不停 同时眼睛又发干发痒 不停的需要眨眼 想停也停不下来 渐渐的后来觉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最后到医院一检查 结果查出了眉睫综合征 那么眉睫综合征是什么眼病呢 眼皮跳就是眉睫综合征吗 要怎么治疗呢 脑起泊气手术如何治疗眉睫综合征呢 今天我们邀请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主人医师 博士生导师熊南翔教授 为大家答疑解惑 熊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阿姨呢 说有这个眼皮跳的症状 最后是被确诊为了这个眉睫综合征啊 那么什么是眉睫综合征啊 眉睫综合征呢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眼皮的跳动 还包括口的跳动 实际上啊 说到眉睫综合征 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 很难理解这是个什么病 但是我们要说眉睫综合征 就从眼皮跳开始说吧 眼皮跳呢 有多种情况 有的是眼皮啊 这个脸上啊 到处都在跳动 小小的跳动 有的是一边脸 比如说眼睛啊 嘴巴啊 这一边的这种跳动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两边的眼啊 口啊 这种不停的跳啊 抽的那种情况 也就是像是做鬼脸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刚刚说说的第三种情况 那就是眉睫综合征 那就是说脸上 其实很多部位多发的跳动 是的 这个脸部的多发的跳动呢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像刚才我说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比如说眼 这边眼角啊 然后或者右边的口角啊 还有额头啊 这些地方偶尔的 时不时的跳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 就是一种叫良性的一种 肌肉的筋卵 这个不算是什么复杂的情况 一般的话像这种情况呢 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没有就会好 但是眉睫综合征呢 它就是有一个学名叫做口下合 及眼瞼的激张力障碍 它就是说是包括眼睛啊 包括双侧的嘴角啊 还有牙齿这些地方 它会同时的进行一种抽动 那么就像这种眼睛这么眨呀 嘴巴这种不自主的那种 它并不是说是刻意的 它完全是不说自己控制 它是突然发生的吗 眉睫综合征的发生的话 它其实是也是逐步逐步的发展的 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 眼睛啊口角的一种抽动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啊 它就越来越严重 最后抽到这两边眼睛 就不能够很好地睁开 经常就在闭上 偶尔能够睁开一下 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比如说走路 那么如果说眼睛始终的 不能够很好地睁开的话 那我走路恨不得让人服 如果说闭上眼睛 那这得停下来 那么开车是不可能的了 是怎么导致发生这种症状的呀 眉急症候症的病因 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医学家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从目前来看呢 眉急症候症的发生啊 还是可能跟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快 变化越来越大 对人的心理上啊 精神上的冲击也越来越大 所以可能就是说 我们得这个病 也需要做首先要自我调整 但得了之后呢 也是要积极地面对 他这个发病的高发人群都有哪些 有没有像性别啊 年纪啊 这方面的一些 就是不一样 嗯 围急症候症的发病啊 确实是有一个 很典型的一个年龄阶段 一般的话 年轻人 就是在三十多岁的人 一般都比较少 那么发生这个围急症候症的人呢 多数在四十岁以上 六七十岁的人也有 那么高峰可能是在五十多岁 那么男性的比例 比女性可能少一点 女性同志呢 稍微多一点 那么就说得了这个病的话 其实确诊很重要了 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但您前面又讲到过 像平时的一些良性的面部静卵啊 包括普通的一些 眼部疲劳的跳动啊 很可能跟它混淆 那咱们怎么样去区别 自己有没有一种 自测的方法 嗯 是的 梅急症候症的诊断啊 其实上还是主要靠 医生看患者跳动的 一种情况 它不像其他的病 比如说老部长的肿瘤啊 比如说 有老血管病啊 老梗塞啊 就是通过检查 他就能看得到 那梅急症候症呢 他的患者去做检查 往往脑部的核磁工症啊 CT啊都是正常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 梅急症候症的患者 他不能通过 我们的检查手段去明确 只能够通过 他的具体的表现 所以说我们医生去判断 梅急症候症患者的 他的跳动的情况 对于判断 他是不是梅急症候症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刚才我说过 呃 有那种良性的这种 肌症候症 对 有面积症候症 嗯 还有这梅急症候症 这三种病呢 是比较容易 混淆的 嗯 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是 面积症候症 实际上是梅急症候症 那么首先这个梅急症候症 它一定是两边眼睛和口 双侧的口角都一起在动 是对称的是吗 是对称的 不会有单边出现这个情况 如果是单边局限在一边的话 比如说就是一侧的这个眼睛 嘴角这样抽动的话 那就考虑是面积静蓝了 哦 那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典型了 是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住 一侧的 那么考虑是面积静蓝 嗯 两侧都在抽动的话 那么就是可能是梅急症候症 嗯 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 给大家一个初判 初判 对 最终 嗯 我们还是要到医院 找我们这个有经验的神经 柯大夫 嗯 来做最终的判断 但现在呢 我们发现有两类人 一类呢 就是自己眼皮啊 稍微有点跳动 就很紧张 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 这个媒介综合症 还有一类人呢 是真的得了 但是他就觉得 这可能就是简单的 呃 休息不好啊 或者说是一些疲劳造成的 呃 我等他自愈吧 就是两种现象 一种人是过于敏感 一种人是就是拖着不治 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嗯 梅急症候症 他这个得了之后啊 其实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正确的一种心态来对待 呃 就像您刚才开始所说的 那么眼皮跳动出现之后 呃 很多人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 呃 这个严重的病 是不没急中风症等等 想的特别多 嗯 这时候其实无形中会增加自己的一种压力 嗯 其实我们 一般来说 像这种短期的那种眼睛的抽动 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美国个人都可能会遇到 所以在短期 我说短期大概多长时间呢 对 至少是一个月 哦 那么一个月的 范围还是很宽啊 对对对 一个月有着很多时候 一个月过去了 哎 他就不跳了 确实我自己都有过一个星期这样 某一个眼睛就是会不时的跳一下 嗯 当时会有点想这是怎么了 嗯 当你在继续要关注他的时候 他就消失了 是的 对于这种眼皮啊 口的这种跳动的情况 遇到之后 我们首先还是要调整自己的一种 身体状态 调整自己心态 如果是持续的 还是 持续的跳动呢 那我们觉得应该去医院看了 是吧 找我们专业的神经科的 大夫 来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嗯 梅结综合征的话 得了之后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现在 医学上还有 是有很多治疗的方法的 嗯 那我们再讲第二种 就是心大的 明明是得了梅结综合征 却等着他自愈的 这个能自愈吗 嗯 因为梅结综合征 他得了之后 其实还是 一个不光只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神经调节的问题 我们大脑啊 是有很多核团组成的 嗯 那么每个核团都在进行着 他们自己的严格的一种运转 当某个核团 它要是出现了一种异常的一种表现的时候 它就可能会把整个大脑的一个平衡打破了 嗯 那么就是可能会出现 比如梅结综合征这样的情况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一般呢 很难治愈 还是需要我们通过 一些医学上的治疗方法来控制的 嗯 那通过您刚才讲的这些梅结综合征的症状 我们发现其实对生活的影响很大的 感觉要赶紧的去进入治疗 甚至是手术 那么什么情况下 咱们保守治疗 什么情况下咱们进行这个手术 梅结综合征的治疗呢 一般分为这几种 我们一般都是按照一个这个次序来进行 首先呢 是给患者要开一些药物来吃 比如说调整他的心态的呀 控制神经过度兴奋的药物 这些药物吃了之后呢 然后也叮嘱患者呢 平时还是多运动 嗯 再一个呢 调整自己的那个工作状态 不要让自己太辛苦 等等各方面 那么这是一个综合方面的一个调整 除此之外呢 如果说 这种情况还是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我们就建议患者呢 可以做一下肉毒素的治疗 肉毒素我们听的比较多 好像都是用在美容方面 比如说除皱啊 瘦脸啊 瘦腿等等 那这个肉毒 跟您说的肉毒是一回事吗 嗯 是一回事 它是怎么发挥作用呢 嗯 这个肉毒素它实际上就是一种 神经和肌肉接头的一种组织剂 它就是把这个 我们这个神经和这个肌肉 它之间是有个连接的 这个神经冲动发出来之后 支配到肌肉那里 让肌肉产生的运动 嗯 那么因为它脸上是很不自主的 这是在运动着 在运动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局部注射 脸上那个注射 这种肉毒素之后 阻断它的神经的 让它停止运动 传导到肌肉里面去 这样就让它不再产生异常的运动了 听起来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嗯 是的 但是又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治疗感觉 嗯 是的 因为 那需要长期的去注射呢 嗯 对 因为肉毒素 大家也知道 很多美容的女士啊 或男士啊 也有 他们治疗一段时间的肉毒素之后 它过不久还要再去 再继续用 就是因为这个药物 它效果呢 它不会持续很长 一般三个月左右 最长会有半年 那么第一次注射之后 可能时间长一点 到再次注射的时候 效果就不会有那么好的 就是因为辣药性吗 还是 对 是因为我们反复注射之后 这个神经和肌肉 它的局部的那种受体啊 逐渐的也就衰减了 所以就同样的剂量 你再用的时候 就效果就没有那么长 和时间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病还没有根治 对吧 因为目前 我们用肉毒素治疗 正像你所说的 治标不治本 但现在呢 有一种更好的方法 就是老起泊器手术 老起泊器手术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通过外界的一种电磁机 来控制大脑的一些核团 让这种异常的运动的产生 把它控制下去 达到一个平衡 这就是老起泊器治疗的一个原理 我听说过 帕金森是可以用这种方案 来治疗这个疾病的 那它同时也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 这个眉睫综合征的效果 就是一个方案可以治疗很多种疾病 是这样 是的 现在的老起泊器治疗 它可以治疗很多疾病 包括我们大家都很了解的 这个帕金森病 还有比如说积伤力障碍 比如说还有现在正在实验中的这种 对于老年痴呆的治疗 癫痫的治疗 还有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都可以采取老起泊器手术 当然我们这个眉睫症和针的治疗呢 也是可以采取这个老起泊器手术治疗的 并且手术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您再具体介绍一下 这个老起泊器和其他具体的操作植入过程 好的 老起泊器手术 这个一个过程 它其实就是一个严格的流程化的 我们给患者先给上个头架 上头架之后去做个核磁共振 然后再到手术室之后 我们就给患者就切在头皮上 切个很小的一个切口 然后把电极很细的电极 大概比头发湿出那么一点点的 那种电极放到脑里面去 然后把刺激器埋在胸前 这个时候整个手术的话 比一般的开颅手术风险要小 创伤也比较小 它植入的过程当中创面大吗 就是您讲到胸口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埋入一个叫什么起泊器 对 这个头顶上的切口大概是 大概是小指这么长 那么胸前的这个切口 大概是我们的这个无韵子这么长 那么刚好就是把那个电极和电池 埋在皮下 整个如果说把衣服穿上的话 不去摸它是看不到的 手术预后怎么样 患者需要多长时间 能够和这个起泊器和谐共处 能够习惯它的存在 老起泊器的手术治疗之后 做完手术 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在手术后的三个星期 到一个月来开机 因为做完手术之后不能马上开机 因为这个刚做完手术 脑部还有一定的水肿 我们要等水肿期过去之后 再来给患者进行一个电磁机 并且还调参数 达到一个最好的参数 让患者与这个机器能够和平相处 那咱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如何去预防自己患上这个媒体综合症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 实际上确实这个问题是我们广大的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一个正常的心态 一个健康的饮食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健康的基石 对 再包括如果说喜欢体育运动 这也是对健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那今天我们聊了一个平时大家并不太熟悉的字眼 媒体综合症 其实这个病在我们身边 特别是中老年女性朋友当中是比较多见的 那通过今天熊教授的解读 我们知道了他的治疗手段主要是缓解 所以尽早的发现媒体综合症的信号 及早的去关注治疗才是控制他发展的最好方法 那好 今天非常感谢熊教授做过我们健康大讲堂 谢谢您 也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 再见